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被试定理的一个例题 我们的话来看 它是生产灯泡 由三个机台来生产 那么他们的话 生产的总量 我们的话各为50% 30% 20% 那么它的不良品率的话 3% 4% 5%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题目 现在的话呢 我们从所有的灯泡里面 抽出一个灯泡来 不良品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的话呢 再看第二个 在以之为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这个产品是源自于 甲烯器生产的几率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看一下 这个题目 它什么都没说 这代表的是事前几率 不良品的几率 不良品的几率 那么第二题呢 它是一个已知是不良品了 就是说确认它是在一个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这个看起来是条件几率 不过它比条件几率要来的复杂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它的话呢 那个分母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分割 所以要必须要做一些加种的 那么我们来做一些解释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从第一题来做起 不良品的几率 我们来看啊 第一题 不良品的话呢 它本身的话呢 我们就三趴四趴五趴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由甲乙饼这边来找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的话呢 甲的话呢 是五十趴要乘上三趴 那我们的话呢 为了计算方便的话呢 我们把甲的话呢 写成百分之五十就是零点五 那么我们乘上多少呢 百分之三 加上乙的话呢 是零点三 那么我们乘什么呢 几趴 四percent 再过来的话呢 饼呢 是零点二 我们乘上五趴 好 我们来加起来是多少 这个的话呢 这个百分比的符号的话呢 我们保留着 这三直接乘上去 三五十五 一点五percent 加上 这个的话呢 是三四十二 一点二percent 这个的话呢 是直接乘的话呢 是一percent 所以总共的话呢 是 百分比的话呢 保留着 一点五 加一点二 加一 一共是三点七 百分之三点七 这是我们不良品的几率 这是我们的综合起来的话呢 整个的几率 就是不良品的几率 就算出来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背试定理的题目 它现在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图解来表示 现在这是整个的 这是整个的生产线 夹以柄的话呢 我们分成了三块 夹 以柄 这是夹 这是乙 这是柄 那现在不良品呢 是在中间这一块 我们的话呢 限制在中间的这一块 这边是不良品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它当作条件几率来做 那怎么做呢 在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是假的几率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分母 分母的话呢 变成了这三块相加的 不良品的几率 也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分母 我们把它当作分母来看 这是3.7% 发生在假的地方 发生在假的地方 就是这一块 那是多少呢 1.5% 这个百分比的话呢 直接的话呢 就对销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三十七分之十五 于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被试定理的题目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做法的话呢 其实不如我们想象中 这么样的困难 它其实的话呢 只要是同学的话呢 在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在不良品的里面去抓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找出它的要求的这个方向 我们就直接放进去 就可以直接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